2011年10月10日清晨 39名海外弟子及20位藏族信徒 跟随奴巴仁波切 从持共嘎举仁清零寺出发 朝往秘勒日发尊者的圣地 拉普去雪山 拉普去位于尼泊尔 东北部与西藏的交界处 高度介于海拔3900米到4800米之间 第一天行程 从加德满都到加嘎特 约159公里 车程10小时左右 大家这一趟到拉普去 是为了参加鲁巴仁波切 及拉普去协会所举办的 米勒日巴十万会共大法会 经过了一天的路途颠簸 大家在傍晚时分终于抵达 加嘎特的扎营地 第二天 从加嘎特到拉玛巴嘎 约12公里 步行8小时左右 在接下来的四天 我们每天去步行5到10个小时 原以为第一天的步行会相当轻松 结果碰上石壁塌方 大家只好绕道上山进入竹林 竹林里又陡又滑 多亏大家互相协助 才能安全过关 你好 滑滑的 是的 拉玛巴嘎 或称错乡 是我们第二碗的扎营地 第三天 从拉玛巴嘎到郭达瓦日 约10公里 步行10小时左右 我们必须沿着悬崖和极流 走在又斜又滑的木桩上 过腐朽的木桥 还有铁线吊桥 今天的路可说是整段行程中最困难 最惊险的一段 你快了吗哟 还好不会啊 没法了吗 郭达瓦日 藏文称聂雍 意思是左耳 指的就是圣乐金刚的左耳 这里的岩壁上有一个自然显现的左耳形状 直贡法王车赞任波切 于2003年在这里闭关三个月 由于郭达瓦日具有极大的加持力 因此鲁巴仁波切 特地要大家在这里多待一天 好好禅修 第五天 其实如果走得快 我们远可在入夜时分抵达拉布区 但为了安全起见 同时让大家能够适应逐渐增加的高度 因此便在夏哈龙扎营休息一夜 第六天 从夏哈龙到拉布区 雀拉葛佩林寺 约六公里 步行四小时左右 途中我们经过上哈龙 哈龙的意思是天人的家乡 鲁巴仁波切 曾在这里闭关一年多 过了上哈龙 能清楚地看到多杰昆扎的圣山 多杰昆扎是西藏的十二个护法神之一 以前那个山下西藏跟尼泊的边界 在那个地方 以前这个来其实属于西藏的 但是后来五九年以后 尼泊跟中国画边界的时候画了尼泊 以前这些都是西藏的 尼泊在这里 鲁巴仁波切 在这边 在这个地方带领大家 尼泊 应该尽快感觉 尼泊的 一边 因为我一边 就像尽快 去 最后 在这个城堂 都是小年 这个圣山的 第一角 第一角过了以后 第二角的时候 有一个小小的山脚 这个项目那边就这样做的一样的 有一个身形 看到了吗 努巴仁波切从1998年开始到拉布区数次 前后总共在拉布区待了七年多 持续闭关最久的一次长达四年 仁波切最后一次离开拉布区是2009年 这次再度上山 一些拉布区村民早已在山脚等候 恭迎仁波切 拉区的闭关指导上师 多经敦都帕登仁波切及闭关者们 再次见到努巴仁波切都非常欢喜 我们抵达的第一个圣洞是拢登铺 玉岩洞 正是宝王曾经这里住过七天 宝王说这是拉西圣地的爸妈一样的 在我们即将抵达拉布区的雀拉葛佩林时 寺庙的住持 僧人 闭关者及村民们早已准备就绪 列队公营 努巴仁波切 有什么嚴骨 irsin啊 我们下道还没关系 让我为нок摩迫 对 优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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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年纪 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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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供養布施 廣執福田 大家載歌載舞 歡慶一番 有嗯 那個你 啊 有 法师们也在法会期间 为信众呈现了 南北一件的金刚舞 一般都说要跳金刚舞 它有两种 一个是本尊的金刚舞 一个是护法 跳的时候有不同的本尊 不同的护法 它们有不同的那些跳舞的姿态 还有它们的脚步 它们的脚步就画 有些是画那个火 就是那些护轮 有些是画那个金刚 金刚柱的那个脸 有些是画那个火山 所以就有这样不同 一般就是你不同这些的情况的话 就是你就是没办法要发现 它们的脚步就是不同 金刚舞可分成西 增 怀 猪 四种事业 侧诺喇嘛所跳的是 雀种瓷马尔护法的金刚舞 属于猪 我们在哇 它们下着 こう它们下着 它们下着 它们现在看到 我们下着 什么 好的 där 我们 我们下着 然后 它们 我们下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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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